國慶75週年,九龍府聯9.29張扮千人首世舞挑戰見歷史世界紀錄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週年及香港回歸27週年,為了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及推廣外國主義教育 九龍府內聯會將聯同尤尖旺民正事務處於9月29日舉辦《愛我中華千年傳承共舞動》大型文藝活動當中的重頭戲是邀請於千名市民、學生、以及大灣區學生分別於線上及線下參與外國歌曲的首席舞表演,一起挑戰破見歷史世界紀錄 九龍府聯會長陸海接受訪問時表示,希望透過這個活動把外國主義教育傳遞與社區和下一代,同時向公眾傳達家風家教的理念 帶出家庭教育再培養下一代外國情感和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並呼籲學校積極報名參與 首席舞傳遞外國情感現時首席舞在香港未算流行,但在內地早已是一種廣為人知的表達方式,尤其部分中小學還將其納入必修科目 陸會長表示,讓九龍府聯盟生起舉辦這個活動的念頭,是去年在朝鮮文化交流團活動中受到動人有溫馨的一幕所感動 那就是一群家長和小朋友在廣場上表演的一首愛國歌曲及首席舞,讓他明白到可以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傳遞愛國情感,並讓家長和孩子都參與其中 陸會長續指,選擇首席舞而非其他形式,是因為首席舞可以通過簡單易學的手部動作,姿勢和表情,便能直觀地表達出深層次的情感和意境 大會選用,半生說,這首歌曲,歌詞充滿了愛國情懷,首席舞則能讓參與者在跟隨節奏舞動的同時,深刻領會歌曲背後的意義 從而激發內心的愛國熱情,樹立起青年強則國強的堅定信念 呼籲幼稚園、中小學、大灣區共參與 愛我中華千年傳承共舞動活動主要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由余千名參加者表演首席舞挑戰破建歷史世界紀錄 第二部分則是文化表演 包括廊重、親子首席舞、中國風舞蹈及太極演示等 聯會成邀幼稚園、中小學及大灣區虎聯一同參與打造者全民成事 九龍虎聯主席馮武軍表示,目前已經有七個大灣區虎聯及約二十間學校會參與其中 並歡迎更多的學校積極參與這項活動 他鼓勵家長與孩子共同參與這項活動 認為此舉不僅能加深親子之間的情感 還能在日常生活中潛移密化地容人愛國主義教育和文化傳承 少數族裔參加愛國主義教育 真的融入了我們國家馮武軍坦然 讓小朋友學習並表演首席舞是一項頗大的挑戰 但他非常樂見得到這麼多間學校支持 而他們為了讓這項活動舉辦得更順暢 之前已開始舉辦其他以愛國主義教育為主題的活動 例如早前的《相信愛情滿家園》系列活動朗重比賽 反應也是非常熱烈 當中更有來自少數族裔的朋友參與 體會到他們真是融入了我們國家 認為這是成功推動愛國主義教育的第一步 參加者將獲發證書鼓勵大會邀請了歌手的亦達擔任活動 舞蹈大使和學生及家長一起表演首席舞 參加者將會獲得證書以示鼓勵 同時聯會亦會協助有興趣申請 《見歷史世界紀錄認證的家庭申請相關證書》 馮武軍表示希望這次活動能夠成為促進家庭教育與親子關係的橋樑 通過家長與孩子們共同參與首席舞的學習和表演 不僅能加深親子之間的情感 還能讓家長們更加重視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融入外國主義教育和正面價值觀的引導 如學校有興趣可以學校名義參與報名 WhatsApp 35828747 或電郵至EducationAtH01.com 香港01皇先生收 原文網指 國慶75週年九龍虎聯9.29章 扮千人首勢舞挑戰見歷史世界紀錄 香港01https.com www.dat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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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D